第二十一章 灾难 宇宙海混沌气流虚空中 一艘战船正在前进 在战船内的正是宇宙海八雄之一的绝合真神 而在另外一片区域虚空中 九层塔楼也在前进着 他们俩的目的地是一样的 便是那横行魔神的小型宇宙 同时 宇宙海中有不少强者都在朝那赶去 绝合真神 银河灵主 神眼真主 九头魔主 恒星魔神同一刻 同时向宇宙海内众多真神传达讯息 就在刚刚 我的小型宇宙本源没有再被吞吃 我也乘坐宫殿至强至宝去查看 接受不再来接受它消失了 消息传出 各方赶来的真神强者 还有许多没赶来的强者都震惊了 恒星魔神 你说它消失 它这才吞吃多久 这才仅仅一天 天 乃地球一脉常用时间单位 宇宙海通用语翻译为 地球语的换算时间单位 而已 就消失了 绝合真神大经 要吞吃一颗小型宇宙本源 需要八天左右 一天才吞吃多少点 恒星九头魔主也传讯急切道 吞吃一天就消失 难道有真神和它交战 没有没有任何一个强者和它交战 恒星魔神回应道 它没有遭到任何攻击 就吞吃小型宇宙本源一天 就无缘无故消失了 神眼真主也急了 对 就是直接消失 恒星魔神很确认 九层塔楼内 原本还有着一丝笑容的罗锋 才接到这讯息时 脸色顿时变了 这下 麻烦大了 罗锋缓缓道 旁边的红 火穷 也都表情郑重 谁都不傻 都看出了此次 借受行动蕴含的危险之处 红低沉道 他吞吃小型宇宙本源 仅仅一天就消失 且是在没任何强者 攻击他的情况下 说明他是自愿消失 如果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比如是借受潮雪内 出现动静呼唤他 他要急着离开也就罢了 可若是没任何其他因素 他就离开 那便代表他更加谨慎 更加小心了 罗锋轻声道 对 如果他吞吃 这个小型宇宙一天 吞吃那个小型宇宙本源一天 这么一来 短短一天时间 我等如何赶得及 根本无法形成包夹围困 要杀他就更难 火穷连道 这次吞吃一天 下次吞吃一天 同一个小型宇宙 被吃上七八次 怕就完蛋了 这比盯着一个小型宇宙 连续吞吃 还要可怕 红野脸色难看 不急 罗锋轻眉道 先等等看 看他下一步怎么行动 看他下一步行动 即可确认 他是因为特殊原因 偶尔如此做 还是狠得打算这么干 嗯 火穷 红也都点头 星辰塔则是停了下来 便悬停在混沌气流虚空中 整个宇宙海 所有真神们都明白 戒兽这么干 意味着什么 个个担心 他们期盼着 期盼着只是因为特殊原因 才导致戒兽这样的 时间流逝 一天 两天 一个月 两个月 戒兽一直没有再出现 戒兽没出现 戒兽上次吞吃火虫真主的小型宇宙 可是吞吃过半的 他完全能吞吃过多 可这次才吞吃一天 却消失这么久 说不定便是有重要事情 去什么地方了 上次仅仅吞吃一天就消失 或许就是有事情 真神们都渴望着最后的一种情况 九头魔主 罗锋 绝和真神 还主等一个个也同样如此期盼 毕竟面对手段众多的戒兽 他们也希望真神越多 联手应对才更好 转眼 离戒兽吞吃恒星魔神的小型宇宙本源 已过去半年 混沌虚空中 呼 真是舒服 戒兽舒畅的甩了甩他的尾巴 之前吞吃的那个 属于恒星魔神小型宇宙的部分本源 我已经完全转化成我的力量 我的实力又强了一些 哈哈哈哈 我实在太聪明了 在巢穴中 要杀死 吃掉一头戒兽 是何等艰难的事 很久很久才能吃一头 且还有贝迪在那而在这 这些小型宇宙就放在那 根本没一点抵抗力 任由我吞吃 我的实力会不断增强 增强速度比贝迪他们还要快 到时候我回去 定能成为最后的王 等那时 扫灭一切小型宇宙 我再去吞吃那原始宇宙 哈哈哈哈 戒兽得意无比 该下一个了 选谁好呢 戒兽私存着 那几个最厉害的暂时放弃 下一个就同魔神吧 哗 随即戒兽 直接一个瞬移消失在了 这一片混沌虚空中 耗费了一天多时间 论顺以赶路等 它要比宇宙 海珍神快得多 仅仅一天多时间 便从远离 众多小型宇宙的区域 赶到了同魔神的那一颗 小型宇宙外的虚空中 小型宇宙本源 戒兽摇摇看着远处 大概的轮廓 最美味的食物 还能增强我的实力 开始吧 戒兽伸出 宛如青蛙舌头般的 长舌舔舌势了下 整个大嘴 随即它周围 开始弥漫起黑色雾气 并且一道道曲折的光线 开始直接延伸向虚空 延伸不知多少光年 渗透进虚空中 随即便开始了吞吃 同魔神此刻 正坐在神树树顶的 一座宫殿内 这神树 乃是他小型宇宙内 最高最古老的一棵神树 当初他构架小型宇宙时 便是以这神树 为中心构架出来的 不好 同魔神猛地睁开眼 斑蓝色彩的脸上露出金色 戒兽来了 戒兽来了 戒兽在吞吃横行 魔神小型宇宙本源一天就消失之后 半年后又出现了 这让整个宇宙海都紧张起来 同魔神盯紧了 看紧了 看这次那戒兽 到底吞吃小型宇宙本源 多久神眼真主 第一个传去讯息 你乘坐宫殿至强至宝 直接过去 看紧他 罗锋也传讯道 一个个强者传讯 同魔神却是慌了 连传讯给众多真神 诸位什么时候敢到 我可不是那戒兽对手 他上次就和红去探了一次 戒兽巢穴 那次他就重伤 直至现在都没好 怎么敢去和戒兽 交手 当然乘坐在宫殿 至强至宝内去探查探查 他倒是敢的 他清楚 只要不出宫殿 则没事 放心 我们正在赶来 罗锋传讯道 银河肯定去 靠近你的海主 也会赶去 神眼真主传讯 有着其他强者给底气 同魔神当即 乘坐着一艘灰色战船 飞出自己的小型宇宙 朝戒兽方向赶去 片刻 戒兽 同魔神一眼 看到远处的戒兽 虽然那头戒兽 是高大金色身躯 且累人形 可同魔神却知道 连宇宙之主都能轻易变换 这诞生出的可怕生命 戒兽变换个模样 自然是轻而易举的 戒兽滚出我的区域 同魔神躲在战船内 施展着领域类 至强至宝 透过领域 去攻击戒兽 同时传音怒喝 单单领域 如同挠痒痒 戒兽根本不在乎 哼 戒兽瞥了远处的 同魔神一眼 不屑一顾道 愚蠢胆小的同魔神 你就只能躲在那船内 还想让我离开 你若是赶出来 我轻易便能灭杀你 你 同魔神大怒 可戒兽说的没错 他是不敢出去 可恶的戒兽 滚出去 同魔神燃烧着神力 催发着领域类 至强至宝 凝聚领域威能 形成巨大的彩带 远程操控 施展着秘法 一次次攻击远处的戒兽 然而 凝聚领域来当兵器 比一般的攻击 至强至宝还要差些 又没有机械流宝物阵服 且同魔神 又是擅长幻术 灵魂攻击等 他知道戒兽才叫 真正擅长灵魂攻击 所以才操控领域攻击 只是任凭他如何攻击 又没机械流宝物阵服 又非他擅长 唯能之弱 戒兽真的就当是 威风拂面 真弱 真弱 戒兽不屑一顾 连影响戒兽 吞吃小型宇宙 都做不到 一天后 你就躲在战船内吧 你的小型宇宙 终会被我吃光的 戒兽肆意笑着 随即一个瞬移直接 消失离去 同魔神 脸色顿时无比难看 同 同魔神 他走了 又是仅仅吞吃一天 罗锋脸色铁青 灾难 来了 红摇头 宇宙海所有强者都知道了 这一讯息 都无比愤怒且无奈 戒兽吞吃了 同魔神的小型宇宙本源 一天后 再度消失 半年后 戒兽再度出现 又吞吃了 落真真主的小型宇宙本源 一天 随即消失 半年后 再度出现 每次出现 必吞吃一名真神的小型宇宙本源一天 都是过了半年 才会再出现 为何总是过上半年 三种可能 一是他的吞吃天赋 每次施展 都需要间隔一段时间 二是 他可能需要时间来消化 三是他的特殊爱好 十一年后 戒兽每次出现 都是出现在 若的真神的小型宇宙外 我早说过 当初 浩雷星主 镇家王 丘炎祖神 很可能就是 戒兽一方的 浩雷星主死了 可镇家王 丘炎祖神还活着 他们对宇宙海 了解非常多 罗锋 怒儿传讯 你们就罢了 你们几个 主要是在 自己的小型宇宙 而我 独占两块区域 都分别靠近 两颗小型宇宙 为何我所在的这区域 那戒兽一直没来 难道我的位置 也让镇家王 丘炎祖神知道了